是用Python去爬取 采集这个股票的一个数据 并且呢做一个可视化 好吧 做一个简单的可视化 非常非常简单 好吧 然后爬数据的话呢 也非常简单 总而言之呢 我们今天的案例呢 so easy 相信不管你有没有基础 都能学会 好吧 都能够掌握 昨天有个男的说喜欢你 我还以为你是女的 是谁 让我看看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不是你是吧 我怎么感觉就是你 能分析行情不 行情的话 我们今天不做这个行情分析 不过呢 我们会爬这个相关的数据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去 我也是女的 好好好 我是女的 好吧 我现在开的一个变身器 然后呢 这个我们今天要接触到两颗方向的一个内容 首先呢 是这个爬数 其次呢 是数据分析 那这两方面呢 我们都要用到一些模块 好吧 都要用到一些工具 首先呢 是request 专门用来做爬数的工具 好吧 这里面的话呢 希望大家课前可以安装一下 反正呢 如果有不会的话呢 你可以去问洛洛老师 好吧 撕袜看看 不给啊 不给看 不给看 这么隐次的东西 你这么 我怎么能给你看呢 然后下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 来讲一下 咱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爬虫 爬虫的话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去采集数据的一个技术 对不对 或者说采集数据的一个工具 包括像网络当中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图片 文本 音频 视频 都可以去采集 好吧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注意壁纸 而不注意老师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壁纸就是老师呢 然后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爬虫 爬虫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介绍 好吧 文本数据都是属于文本吗 没错啊 文字数据都是属于文本 就例如啊 例如大家打开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里面 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所有的文字啊 那都是属于这个文本的内容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里面的一些股票的信息 以及呢 这里面总共有161页的一个股票信息 全部的给它保存下来 然后保存到本地 并且呢 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好吧 这是咱们今天要做的一个目的啊 那在做这个实现这个案例之前的话呢 还是老规矩啊 问一下大家的一个基础情况 好吧 今天来听个东西呢 是这个零基础同学啊 可以敲和零我看一下 然后呢有基础同学呢 可以敲和零我看一下好吧 然后如果你是属于第一次来听课啊 并且呢也是零基础同学呢 可以敲和零三啊 我看一下啊 如果零基础同学偏多的话呢 我这里面还是要做一个 呃就是讲案例的时候 我还是要讲的比较细一点啊 所以呢 这个如果这个有听过几次课的同学呢 可以稍微的简单的忍一忍 好吧 毕竟呢 还是有相当相当一部分 这个第一次来听个东西啊 三次啥 三次这个第一次来听个啊 而且是零基础 嗯 好吧 直接讲课吧 呃也可以啊 那我们下面就讲内容吧 呃 然后如果大家要去实现一个爬虫案例啊 我们该首先该怎么样去做呢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是去分析咱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就你要首先要去找到这个数据 它所在的一个位置 才能够去爬它 对吗 才能够去采集它 那么当前的话呢 呃我们打开这个网址以后 那同学可能会说啊 老师呃这个网址 对吧 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不就是在这个网址吗 那不就是这个网址吗 对不对 数据来源不就是它吗 呃不是的啊 不是的 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事实上呢 像我们今天的数据呢 它属于是一个动态页面的数据 什么叫动态页面呢 给它看一个效果 大家就知道了啊 我们可以点击第二页 然后呢 你仔细的观察一下 这个链接 它有没有变化 好吧 呃点一下第二页 然后你可以看到 数据内容呢 发生了变化 对不对 但是呢 咱们的网页链接 并没有变化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往后面去翻 也是一样的啊 那么当前的这种情况呢 就属于是一种 动态页面的一个数据 你还要我意思吗 属于是动态页面的数据 那如果是这样的数据呢 我们该怎么去抓这个数据的来源呢 因为本身这个数据呢 它不是跟它不是这个链接里面的啊 你不要以为说老师这个数据 那全部都在这个链接里面 好吧 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呢 是一种动态数据 那动态数据的话呢 我们要使用到一个工具啊 这个工具呢 大家可以使用键盘上面的一个F12打开啊 好吧 你可以按一下F12 然后呢 可以弹出这样的一个窗口啊 也是network 然后这个network呢 是专门用来去进行网络资源 抓包的一个工具 好吧 刚来讲到哪里了 我才刚开始啊 才刚开始呢 然后这个network 它是专门用来去进行抓包的一个工具 什么意思呢 就当前我们在这个网 网页当中啊 你可以点一下第二页 你也可以点一下第三页 点第四页第五页 甚至点到最后一页 你看 我们每点击一下 这个里面就会出现一条数据 对不对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条数据啊 发现这个发现这个效果没有 对不对 也就是说呢 当前这个开发者工具啊 这个network呢 是专门用来进行资源抓包的 好吧 EDGE可以吗 可以啊 EDGE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network 当前的话呢 其实啊 在咱们这个网页当中 你所看到的 包括说你所去操作的任何的一些步骤 都会被这个network所记录 明白吗 它是专门用来去进行 网络资源抓包的一个工具 明白吗 专门用来网络资源抓包的工具啊 所有的数据 不管你这个上面的链接有没有变化 反正呢 只要它新增了数据 OK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些内容 好吧 那当然的话呢 我们就点击第一个来看一看 随便点击第一个啊 因为这里面所有的内容呢 全部都是数据 好吧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 这个操作呢 我们跟之前讲的 它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的说 我们得先刷新一下网页 然后再去搜索抓包 对不对 实际上抓包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好吧 这也是一种 这是一种动态数据抓包的一个方式 好吧 通过我们执行这个网页的一些变化 点击等等这些变化 然后的话呢 里面就会加载一些新的数据 可以吧 刚刚截图的工具叫做啥啊 截图的工具叫做这个 你可以去百度下载一下吧 这个工具也挺熬用的啊 你们平时用的话呢 也这个挺方便的 我觉得 然后当前的话呢 我们就点击第一个来看一下啊 点完第一个以后的话呢 我们右边会弹出一个新的窗口 对不对 新的窗口的话呢 在这个窗口里面啊 首先会有一些栏目 这个栏目的话呢 我们挨个来讲一下 好吧 首先呢 是关于这个Headers Headers里面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新的链接 对不对 有一个新的链接 那么OK 这个链接是用来干嘛的呢 实际上它就是咱们的一个资源 就是咱们数据的一个来源 明白 这玩意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好吧 然后这个链接的话呢 大家是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当前的这个链接跟上面这个链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的 那它们两者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上呢 关系其实非常的简单 好吧 这个链接 下面这个链接呢 就好比是上面这个链接的儿子 然后这个爹呢 可以去操控这个儿子 对吧 我让他展现哪一页的数据呢 他就给我调用 他就给我展现哪一页的数据 对不对 然后当前呢这个链接我们就可以给他拿下来 然后呢 他就是咱们的一个数据来源 好吧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链接以外的话呢 里面还有其他很多信息 这个我们先不讲 好吧 我们先不讲啊 主要讲这两个 讲这三个 好吧 不对 讲这两个啊 子链接啊 没错 你可以这样去简单的理解 好吧 但是它实际的一个关系可能不是这样的啊 我只是为了方便你们理解 所以这样给大家去说了一下 OK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到当前除了这个Headers以外的另外两个 好吧 首先呢 是我们看到这个Response 那Response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实你大可以翻译一下啊 我们以前非常经常讲啊 你只要不会的英语单词就干嘛 用腾 用这个马化腾的这个这个QQ啊 选择按住这个Ctrl加L加A 然后呢就可以翻译 对吧 翻译过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词语叫做反应啊 当然呢 也叫做响应 好吧 也叫做响应啊 那这个响应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啊 爬虫它送来干嘛的呢 这爬虫这 爬虫的话呢 我们去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原理 大家就知道了 爬虫的一个原理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模拟成咱们的一个浏览器 然后呢 向服务器去发送什么的网络请求 好吧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给它解释成什么呢 其实爬虫啊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对吧 其实它就是用来去模拟成浏览器的 你可以 你甚至可以理解为 是咱们Person里面的一个浏览器 明白我意思吗 它可以模拟成浏览器去 去发送请求 那发送请求是干嘛呢 其实就是访问网站 好吧 其实就是访问网站 它可以模拟成浏览器去访问网站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操作啊 其实相当于我们浏览器呢 在访问网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对吧 会产生两个步骤啊 首先呢 第一个是找服务器要数据 要完数据以后的话呢 服务器会把数据给到你 对不对 其实就这里面就是两个步骤 一个是浏览器 一个是服务器 OK 那首先的话呢 找它要数的这个步骤呢 叫做发送请求 对吧 你去访问这个网站 然后呢 这个网站呢 就会把相对应的数据呢 给到你 对吧 给到你的步骤呢 叫做响应 OK 这个是最基本的两个流程 然后响应的话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单词啊 response 对吧 response 明白 然后请求的话呢 其实就是request 明白 就是request 这就是他们最基本的两个步骤 那么针对这两个步骤的话呢 我们就来简单的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response 里面呢 有很多的内容 对不对 里面呢 有很多的内容 然后这些内容的话呢 其实就对应服务器 给到我们的数据内容 好吧 就给到我们的数据内容啊 但呢 这个内容看起来 有那么一点复杂 对吧 它太长了啊 对啊 甚至呢 比我整个人加起来都要长啊 所以的话呢 这样去看的话呢 就不太方便 对不对 我们可以怎么看呢 可以点到这个preview 点到这个preview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预览的意思 那什么叫预览呢 就当前在这个response里面的数据呢 我们放到response 放到这个preview里面去看呢 会相对来说 它可观赏性跟人家强一些 对不对 或者说它短一些 短一些呢 就相对来说好看一些 对不对 怎么就我太短了啊 什么意思啊 长的好看一些啊 那你可以 如果你觉得长的好看一些 那你自己就去看这个长的 好吧 看这个 我比较喜欢看这个preview 它相对来说呢 比较的短 怎么感觉上课 怎么感觉总上着上着 你们就 把我给带歪了 很奇怪啊 都怪你们啊 好吧 然后当前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总共呢 这个preview里面的话呢 包含了30个内容 对不对 从零开始啊 一直到29结束 看没有 一直到29结束啊 对吧 总共有30个 然后这30个的话呢 其实刚好就对应咱们页面的30个内容 好吧 不信你自己可以去数一数啊 当然这个我就不去数了啊 因为确实有一点点的多啊 我就不给你们去数了 好吧 反正呢 数据内容呢 我们已经确定了 对吧 这个是它的一个代码 对不对 都能够对上啊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去 开始录代码 好吧 开飞机 那这个实际上啊 大家呢 在去写爬送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链接拿下来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去写代码 那就非常简单了 好吧 代码实现 代码实现的话呢 就四个步骤 第一个呢 是发送请求 第二个呢 是获取数据 那第三个呢 是解析数据 最后一个呢 是保存数据 就这个四个步骤 包括你们以后呢 去写 只要你们是想要爬数据啊 不管是爬图片 文版 还是音频视频 基本上都是这个流程 你按照这个流程去做 就基本上没有错啊 但是 最重要的 我说了啊 其实是前面的 这个方式方法 没有我意思吗 就如果你连数据都找不到 那就更别提什么爬数据了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讲到 首先第一个步骤 发送请求 其实就是使用咱们的一个代码 去访问网站 对不对 访问哪个网站 这个网站 没错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先导入工具啊 呃 一旦你要访问网站的话呢 就得先导入一个工具 叫做request啊 R-E-Q-U-E-S-D-S 这玩意儿呢 叫做一个发送请求的一个模块 啊 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那什么叫做第三方模块呢 啊 有玩过王者荣耀啊 有看过视频的同学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吧 这个第三方啊 它又是一个第三 相当于你手机上面的一个第三方应用 那这种应用的话呢 你如果不去安装 不去下载的话呢 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对吧 非原配小三啊 好家伙啊 这个说法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OK 那发送请求的话呢 非常简单啊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request 通过点的方式去发送 好吧 我们可以点一个get 可以点一个post的 那点什么呢 这个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当前这个 呃 链接下面的一个东西啊 链接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request method 这玩意儿呢 不妨你也可以去翻译一下啊 它叫做请求方式 或者说请求的一个方法 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get OK 那么当前呢 我们在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也要使用点get 好吧 你要跟它一致 如果像它要求的 你是一个post的请求 然后呢 你你给我一个get的请求 那是拿不到数据的 好吧 或者说呢 会出现错误 你看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注意仔细啊 然后同学需要这个链接啊 没问题 发给你啊 收好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点get 好吧 那链接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存到这里面来 给它存到这个url里面来 好吧 现在url的话呢 它是一个变量 你看 它是一个变量啊 然后这个变量呢 是专门 用来 接收咱们的一个 网页 链接 好吧 专门用来去接收网页链接的 好吧 然后呢 当前 我们要访问网站 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url给它丢进来 OK 那么这个请求呢 就可以直接发送 那发送有没有成功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吧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发送 发送以后的话呢 我们会收到一个结果 对不对 就是请求一个网站以后呢 我们会收到一个结果 那对应这个结果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好吧 我们不着急解释数据啊 先来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通过右键运行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效果啊 然后呢 发现什么 Response 403 对不对 Response 403 403是什么 无法定位到资源 对不对 无法定位到资源 为什么 今天这个状态码好像有点不一样啊 以前的话呢 好像是这个200 对不对 那今天的话呢 怎么是无法定位到资源呢 对吧 没有权限 也是没有权限的一个意思吧 其实这个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之前去准备过的一个 就状态码啊 我之前准备过的一个状态码大全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对吧 就是每一个状态 它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首先403的话呢 是什么 服务器理解啊 但是拒绝自行求啊 可以说是没有权限 对不对 没错啊 戴上面具啊 同学说的很对 好吧 但是就是这个之前呢 我先问一下 这个第一次在听着的东西啊 前面这些东西 大家没有问题吧 前面这些东西 大家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没有没有的话呢 我就继续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一定要及时提问 好吧 虽然呢 我这个人可能被某些人行为出来 被某些人说起来有点猥琐啊 但实际上呢 对吧 你们有问题 我还是会给你们去解答的啊 这个 反正大家可以放心啊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加一些东西 实际上真猥琐 我给你来个问号啊 等一下你发的消息就成红色了 好吧 就后面就带一个红色感叹号了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来去实现一下 好吧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吗 呃 跟我们这节课相关的问题 好吧 你如果要问我 老师 哎 你什么时候生儿子 对吧 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了啊 你看吧 能再发一下链接吗 好的 OK 你发的发不出来啊 你发不出来的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要加一个伪装 好吧 同学们 我们要加一个伪装啊 伪装 好吧 也是咱们的一个headers 当前为什么我们没有拿到数据呢 哎 其实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去访问的一个网址 它识别出来我们是一个爬松了 明白 它识别出来我们是一个爬松了 那该怎么办呢 加伪装 对不对 让它更加像一个正常的浏览器 懂吗 链接怎么是乱码 链接怎么可能乱码呢 这个链接哪里乱码了 这个链 这个链接没有任何的乱码啊 不信谣不造谣啊 好吧 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啊 链接真的进不去是吧 那就对了呀 不过没关系啊 我们加一些反拔措施的话呢 我们就能进去了啊 点进去就乱码了是吧 这样子 这个不是乱码啊 这个不是乱码 这个就是数据啊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加一些伪装啊 那么伪装的话呢 呃 我们就复制几个吧 复制几个有用的 在哪里复制啊 告诉大家啊 在哪个地方复制 这个是节省不是乱码啊 对没错 这个是节省不是乱码啊 在哪里复制这个数据 复制一个headers啊 仔细看 呃 首先呢 在这个headers下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responseheaders 对吧 看到没 这个responseheaders 看到没有 仔细看啊 这个跟我们想要取的东西 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啊 折叠 好吧 我们要找的是requestheaders requestheaders呢 才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 啊 或者说呢 是咱们的一个伪装 好吧 那伪装的话呢 我们复制 先复制这两个啊 cookie和host 然后呢 除此以外的话呢 再复制下面的这个refill 防盗链啊 refill是防盗链 然后呢 再复制最下面啊 不对 倒数第二个啊 这个叫ua ua是什么呢 是咱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信息 啊 不对 用户代理啊 然后你往后面去看呢 有这个谷歌的一个版本号 还有谷歌内核的一个版本号 对吧 还有我们的一个windows系统 看到没有 啊 win10 对吧 然后呢 win64 没错吧 这个就是他基本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域名吧 对不对 然后wefill是防盗链 cookie的话呢 是用户信息啊 你看吧 那把这几个的话呢 统一的都给他加上啊 我就不用这个正责了 免得有同学看不懂啊 统一的把外面加上引号啊 UA不是伪装吗 UA是伪装里面的一个啊 伪装里面的一个 是伪装里面的一个啊 伪装的话呢 有很多啊 对吧 除了有这个UA以外呢 wefill host 还有cookie 这些都是 然后我们其实实际上说到的 像cookie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信息 对不对 用户的一个基本信息 然后呢 host呢 是我们的一个域名 对不对 可以看到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防盗链 好吧 然后最下面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浏览器的 一个基本信息 好吧 就是伪装 它构成有很种 有很多种 对不对 伪装的一个构成 有非常多种 对吧 你就相当于像自由 我自由伪装成女性一样 对吧 或者说自由伪装成男性一样 它会长腿毛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然后这个 它平时可能还不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 对吧 好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它的一个状态 OK 来运行一下 那现在S403老师 怎么没有变化 实际上呢 是因为我们 把伪装准备好了 但是呢 没有加 对不对 就好比你想要去 假装成一个女性 这个裙子呢 丝袜呢 你都准备好了 但是呢 你没有穿上去 对不对 这个肯定就相当于 没有伪装 对吧 只是你买了死我 对吧 OK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Headers呢 给它加上了 加上以后的话呢 右肩运行 自由本人还不知道啊 他可能知道了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Response 200 对吧 那么Response 200呢 就是什么呢 请求成功 对吧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取数据了 就可以去获取数据了 你真的他们好猥琐 这个不传谣 不传谣 不信谣 不造谣 好吧 我说真的啊 今天我真的还没有 这个大赚拳脚啊 你们 怎么一键加引号啊 一键加引号 我没有操作啊 我就没有去讲了 好吧 你看这个陆哥同学 按照陆哥同学 这个去做吧 实际上的话呢 这个流程 我再去讲的话呢 可能又要花很多时间啊 这个我就不跟你去讲了 反正你手中去讲 也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其实 可以吧 然后当前的话呢 我们就这个 把这个东西呢 给他接收出来啊 顺便呢 可以来打印一下 他的一个内容 好吧 右键运行看一下 他的一个结果啊 OK 那对应的 咱们的数据内容呢 就已经全部取出来了 对吧 那么取出来以后的话呢 这个我们用一个 Json data 来接收一下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去解析数据了 可以吧 下面我们就去解析数据了啊 太热闹 是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去解析啊 那关于解析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参照这个preview去解析 好吧 参照这个preview去解析啊 首先呢preview里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一个 基本构造 对不对 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一个 基本构造啊 包括呢 像我们现在呢 通过点Json拿到的数据 实际上呢 跟这个数据呢 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吗 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 那么我们在取数据的时候呢 就可以针对这个内容 去进行取值 会方便很多 对吧 也会快很多 那么这个我们是怎么样 去取值的呢 实际上呢 你可以按照它的一个 层级关系去取 你看吧 你可以按照它的一个 层级关系去取 首先的话呢 我们拿到的数据 数据的一个内容呢 是不是在这个data后面 对不对 data的后面 在这个里面 对吧 有一个list 在list里面呢 有我们想要的数据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在写这个数据解析的 一个内容的时候呢 就可以怎么写呢 你按照它的层级关系啊 这个逻辑呢 大家看清楚 首先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来一个 中国号 然后来个引号 在引号里面的话呢 首先先写data 好吧 写完data以后的话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取到 data后面的一个值 也就是这一整个 这一部分的内容 也可以取到 这一整个部分的内容 明白 这是它的一个取值方式 好吧 那现在我们拿到的呢 是这个data里面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想要的数据呢 在这个list的里面 对不对 或者说list的这个冒号后面 那针对这个数据 我们该怎么样去取呢 在后面呢 再来一个中国号 引号 来一个list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取到 这个list里面的一个内容 这个层级关系 大家能懂吗 有没有不懂的 好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取到了 这里面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然后这个list里面的一个内容呢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大部分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那如果还需要进行 下一层去取呢 那该怎么取呢 对不对 这个是从上取到下 没错啊 就是从上面取到下面 按照这个层级关系 你可以看到 对吧 我们可以折叠 通过折叠的方式 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一个层级关系 然后我们取值的话呢 是按照它的一个层级关系去取的 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passer里面呢 是称作这个 字典的一个取值 或者说字典 这个见值对的一个取值 好吧 什么叫见值对呢 你看 就是首先 前面的这个呢 叫做见 后面这个呢 是值 对不对 值是什么 值是内容嘛 对不对 我给大家说一下 见值对 对吧 前面这个呢 是见 后面这个呢 是值 没错吧 前面是见 后面的 后面的东西一般都是我们想要取的值 对不对 然后前面呢 就是这个一些关键字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关键字 去取到对应的一个值 没错吧 这个就是passing基础 没错 但也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取值方式吧 非常的 不说非常的 非常的简单吧 对吧 至少这个难度应该不是特别大 对吧 如果你不学它的一个原理的话 你只是去看它的一个取值方式的话 是很容易能够看懂的 对不对 当然这个字点相关的东西呢 我就不去做过多的一个赘述 可能呢 大家 我去讲的话呢 大家可能会更加的晕 好 然后下面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对吧 我们现在呢 取到的值呢 有这么多 对不对 我们甚至现在呢 你可以看一下它所对应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果呢 给它打印一下 Data list 来右肩运行看一看 对吧 现在我们取到的是这一整个的内容 对不对 里面呢 总共有30个数据 那么这30个数据 那是不是也同样可以通过冒号前面的 取冒号后面的呢 没错 也可以啊 当然呢 我要给大家提一个型 这个呢 它不是属于字典 明白 它不是属于字典 它是什么呢 它是列表 只不过呢 在这个preview里面啊 在咱们的一个preview里面呢 它会把这个列表呢 按照顺序从头到尾去排去 好吧 那这个如果没有技术同学呢 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取 大家如果我要取到第一个元素 我该怎么取呢 我要取到第一个 我就可以在后面啊 再来一个中国号0 我可以拿到第一个值 明白 那我可以想要拿到第二个呢 我就可以来一个中国号1 对吧 我要取到第三个呢 就取一个中国号2 对不对 我要取到第四个呢 中国号3 按照这个顺序去 以此往下类推 明白 但是呢 这里就取到了一个问题了 就来了一个问题了 对吧 总共内容的话呢 有30个 你想一想 如果当前我们这个代码的话呢 从0开始写 写到30个 是不是有点太浪费时间了 对没错 对吧 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for循环便利 去把这个内容呢 全部的快速的给它取出来 没错吧 这个有回放吗 有的啊 有的 你先加一下我们乐老师 科目的话呢 可以免费的去领取回放 好吧 可以领取这个录播啊 基本上你所需要的大部分资料呢 在咱们这个乐老师那边都可以去免费的领取啊 因为反正我们资料 大部分资料除了VIP课程 其他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好吧 OK 那么当前的话呢 继续啊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为了节省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不能在后面写 中国01234567 对吧 我们该写一个循环 那循环是个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简单的去想一下 或者简单的去概括一下 首先循环是个什么东西 循环 循环是为了去节省代码量的 对不对 首先的话呢 我们现在明确啊 先明确 这个列表里面 或者说这个数据里面 总共有哪 总共有多少个数据 总共有30个 没错吧 总共有30个内容 那么我们在循环的时候呢 如果有一个循环啊 你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写一个循环 好吧 写一个i 然后呢 因一个认景 从0到多少呢 从0到30 对吧 从0到30 总共是29个 对不对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i 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话呢 会把从0开始到29 这里面所有的数字呢 全部的输出出来 没问题吧 这个没问题吧 那么当前的话呢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去写呢 我现在要拿这个data list 来一个中国号 没问题吧 我在后面呢 来一个中国号 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每一个对应的值全部取到 对不对 来看一看啊 右肩运行 没问题吧 是可以全部拿到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前呢 这个长度 它不是固定的 你看吗 它可长可短 对不对 它这个可以是30个 也可以不是30个 你万一不是30个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万一这个31个 然后呢 我们优先运行 它少了数据 或者说它报错 该怎么办呢 对不对 肯定就不行 对不对 我们得需要某一种方式 能够测量它的一个长短 对吧 有没有一种尺子可以测量呢 当然有 对吧 没错 Lan 我们就可以来一个Lan Lan的话呢 是测量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张尺子 可以去测量它的一个长度 对吧 那当前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循环的话呢 它就是可长可短的了 对吧 你数据给我是多长 那就是多长 对吧 没问题吧 然后现在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程序才算 没有什么一些错误吧 没有什么一些大错误 对不对 就可以拿到所有的一个信息 没问题吧 那这样我们拿到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还没取完 对不对 我们还得在后面继续去取啊 对不对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取到的东西呢 是什么 很肯定不一样 对不对 首先呢 它的一个构造内容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构造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里面相对应的 每一个信息 它的一个参数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现在我们现在要取的值呢 是什么呢 是这里面的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当前价 取到的 我们要取到的是这些东西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 所对应的值是哪些呢 这个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取了 没问题吧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取了 首先呢 是这个基金的一个代码 对吧 在后面的再来一个中国号 写它 我们再复制一行 复制一行的话呢 我们写哪个 写下面的一个name 对不对 它的一个名字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把它改一改 这样是不是可以取到它的名字 然后再复制一行 复制一行取什么 取当前价 当前价是哪个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这个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 我们来看到第二页 看一看 我们想对应一下它的一个数据去取 第二页的话呢 19.35 对不对 当前的一个价格 对吧 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还有这个涨跌 1.76 对吧 就是这个CGH 对吧 这里面每一行都给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就不打印了 这个取值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吧 我就给它去掉了 然后呢 给它复一个值 好吧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然后针对于它的这个 我们取到哪里 涨跌额 下面这个呢 是10.01 对吧 10.01的话呢 是哪个呢 10.01 10.01 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你好快 这个是怎么批量替换的 这个鼠标的 左键与右键中间 有一个滚轮 鼠标的左键与右键中间 有一个滚轮 然后这个滚轮呢 是可以按下去的 同学们 是可以按下去的 不知道吧 按下去以后呢 往上面拖 你就可以批量去编辑了 对吧 那如果说老师 我的滚轮不能用呢 你可以按那个alt 就是alt键 然后呢 单击鼠标的 左键 好吧 单击鼠标的左键 也可以批量的去编辑 好吧 这个还挺好用的 我一般现在呢 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会批量的去用 批量的去使用 好吧 然后还有这个40.2 40.12 就这个 然后复制一号 复制一行的话呢 是Country加D 好吧 Country加D 可以直接复制一行 还有这个 成交量 成交量是哪一个呀 这个考眼力的时候 就到了 是这个 说实话 你这个 接下来的这个取值呢 你得要足够细 好吧 你得要足够细 才能取到 像我这个人呢 可能平时比较粗 所以呢 看这个值呢 可能看起来 相对来说 就没有那么方便 大家呢 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 也尽量细一点 好吧 尽量细一点 36.6 36.6 36.16 然后再复制 下面这个是 18.57 123 18.57 是哪一个呀 在哪里 在哪里 有没有比我更细的同学 可以帮我看一下 012 18.57 在哪里 有啊 在哪里 有啊 我看不到了 我看 啊 012 哎呦 在哪里啊 18.57 在哪里啊 好吧好吧 我看错了 看错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 事实上还是你比较细啊 18.57 是吧 哎 不错啊 不错 比我细啊 比我细 终于承认了吧 哎 终于承认了 你们 很不错啊 被我逼得就范了 乖乖就范了 然后还有啊 没完 后面这个呢 是0.48 对吧 0.48的话呢 是哪一个 在这里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还有这个120亿 哦呦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数据的 全部的渠道了 好吧 这个也 虽然有点考眼力啊 但是呢 很简单 对不对 很简单啊 可能对于我来说 不是特别简单啊 因为我这个人确实没有这么细啊 嗯 OK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星期全部取到啊 这算是了 模型人 好吧 取到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给他打印一下啊 通过print来把这些内容呢 给他取出来打印一下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得给他保存了啊 就得把这个数据呢 给他保存了 保存数据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到一个 呃 内置模块啊 内置模块 叫做CSV 然后那个模块的话呢 我既然说了 它是内置模块啊 就你不需要去额外安装了 好吧 你可以直接去 进行一个 呃 什么 什么来着 直接可以用了啊 直接可以用了 不用去安装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取到 取到以后的话呢 待会我们导入模块 去保存数据啊 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有没有都取到啊 OK 呃 然后我们来右键运行 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那是不是我们把每一个 对应的 呃 信息全部都取到了 对不对 那在取到以后的话呢 我们该保存了 好吧 保存的话呢 我们刚提到了 使用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呢 叫做CSV 对吧 在上方导入啊 在这个上方导入 CSV模块 然后呢 它是一个内置模块啊 内置模块不需要 额外安装 好吧 我强调了啊 别有的同学呢 还是要去额外的 安装一下啊 那就不太合理了 好吧 嗯 啊 然后保存呢 非常简单啊 保存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呢 先使用到 Open 啊 Open的话呢 是我们可以写一个 雪球 股票啊 先写到咱们的一个 文件的一个名称 好吧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在后面啊 给它来一个写入的方式 好吧 就是我希望它呢 给我来一个追加写入啊 写一个modal等于A 好吧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前面的话呢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文件 啊 嗯 这个是咱们的文件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使用到这个文件啊 这里面是点一个 呃 我们使用到这个CSV去写入嘛 对不对 CSV.ret 然后呢 CSV.ret 我们用这个东西去写入啊 好吧 点一个ret row啊 然后呢 把刚刚的这一堆内容呢 全部的放进来 把这个东西全部放进来 那么我们的数据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保存了 好吧 当然呢 后面还得来一些信息啊 就是首先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咱们的一个编码方式 UTF-8 对吧 除了编码方式呢 数据呢 好像NewLab等于空 好吧 具体这些参数什么意思呢 呃 我刚刚已经简单的讲了一下 这里是保存数据啊 简单的已经讲了一下 大家首先第一个呢 是咱们的一个文件名 对不对 第一个是文件名吧 我们要保存出来的一个文件名啊 CSV呢 就是一种表格的形式 然后modal等于a的话呢 是追加写入 我写一个注释吧 追加 写入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还有一个encoded等于UTF-8 这个呢 是属于一个编码方式啊 好吧 就相当于你去保存的时候呢 也是有这种一些语言 或者说是格式的 好吧 OK 呃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NewLab NewLab的话呢 你 等于这个空 等于空 好吧 这个是什么呢 数据空 那什么叫数据空 那什么叫数据空 那我们先把这个删掉 给大家保存 你可以看一下 好吧 我把这个数据呢 给它删掉啊 好 删掉以后的话呢 我们右肩运行保存来看一下 当前呢 给到咱们的数据 是什么样子的 好吧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来打开一下 对吧 没错啊 不删数据有空 看到没 那么现在的话呢 你看我们的一个数据呢 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吧 你看一行数据下面呢 还有空的 对吧 每一行数据下面 都有一行空的 那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没错吧 那么这个NewLab的话呢 就出现 它的一个出现呢 就是这个作用 控制这个数据 不让它 出现这种数据的 一个控行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 再给它删掉啊 然后呢 再来运行 就没问题了 明白 我们可以再次打开 看一看 OK 这样没问题吧 对不对 这样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取到了 那么当前的话呢 现在我们爬的呢 仅仅只是一页数据 对不对 仅仅只是一页数据 也就是说 数据量太少了 对吧 我觉得它太少了 不足以 这个 不足以满足各位 对不对 也不足以满足我 那该怎么办呢 对吧 我们先把表头给写上 这个是它的一个表头 然后把这个表头给写上 这个加引号 加引号 好吧 同意的加引号 然后接下来我们得去 爬一下 对吧 那多页该怎么去爬 该怎么去分析呢 其实非常简单啊 同学们 你们听完以后 就会觉得非常简单了啊 首先呢 我们先来 刚刚不是抓了很多的数据包嘛 对不对 我们刚刚是不是点了 非常多次翻页 对吧 或者说我现在再清空啊 清空以后的话呢 我现在翻到第三页 然后翻到第四页 然后翻到第五页 第六页 第七页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对吧 你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东西啊 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你看一下这个链接 有什么不一样 对吧 其实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对不对 不就是三四六七嘛 三四五六七嘛 对不对 你点击第几页 它就是第几页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设置一个 循环 没错吧 我们在这个外面呢 来一个循环啊 for一个page 然后呢 因一个range 从第一页 对吧 到多少页呢 总共有多少页 总共有多少页 总共一百六十一 对吧 我们这里面写一个 一百六十二 没错吧 然后呢 给它来一个缩进 对吧 鼓标带嘛 清灯六六六 市场值九十九百 能够做免费学习测 免费学习不带限制 我买了两股 好的好的 挺好的 可以去登工作吗 你得有技术 对吧 你最起码得掌握技术 才能来工作啊 对吧 你要本身 你自己没有技术 那为什么我们 我们不只是我们啊 对吧 就算在冤大头的公司 也不会有人要你啊 对吧 这个缩进有教学吗 有啊 你可以选中它 然后呢 按这个table 可以缩进 好吧 然后呢 不 然后你想要取消缩进 可以怎么办呢 按住chef的 按table就可以了 好吗 按住chef的加table 就可以取消缩进 那如果你想要 它来一个缩进 就选中table 是要去看 四叶穿丝袜吗 这个 不要别别别 好吧 千万别啊 我有点害怕 我主要是怕 我吓到你啊 好吧 然后下面的我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啊 那要学会什么技术呢 学会技术的话 最起码像这个 就是我们所教学的 一个内容得掌握 对吧 爬松开发 爬松开发得掌握 对吧 数据分析得掌握 然后还有网站开发 我们所教学的一些内容 得掌握 对吧 我们所教学的一些方向 得掌握 这三个方向 这是最起码的 最起码的 对吧 就是你 你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 可以看这个 可以看这个 就这个大纲里面的内容呢 你掌握80%以上 就可以了 好吧 掌握80%以上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的内容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呢 问题不大 这都教吗 都教啊 如何成为VIP 想要成为VIP 好熟练的这句话 挺熟练的 还好吧 然后这个 这个啊 确实相对来说 有点长吧 就有人把它称之为 是这个 清明上额图 就有一些 公开课的同学 把它称之为 是清明上额图 那些老同学啊 对吧 我也愿把它称之为 清明上额图 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的多 比较多 但实际上呢 你去学的话呢 其实还好 好吧 其实也还好啊 没有说所谓的特别多吧 好吧 怎么发一下清明上额图 你可以加清明老师 去免费领取啊 我觉得差不多这个比喻 但实际上 你觉得这个东西 学完要多久 就这里面包含了 三个方向啊 首先呢 是 因为这个是 从零基础开始的 然后呢 里面包含了 爬虫 对吧 爬虫的知识点 然后数据分析的 所有知识点 然后呢 像网站开发的 所有知识点 全部都 全部都有 一两年 不用 你跟着我们系统学 不要用一两年 对吧 你跟着我们系统学 不要一两年 就总共的全部内容啊 就是只需要 七个月时间 对吧 只需要七个月时间 全部学完 对吧 而且呢 而且是 从零基础开始学 对吧 从零基础开始学 只要七个月 你可以全部学完 你看吧 自己努力一点啊 努力一点四个月 对没错啊 你稍微努力一点 四个月学完 也是没问题的 对吧 就是你 折半 你看看 总共七个的内容呢 你可以 因为我们上课啊 咱们系统科 去上课的话呢 我们是一周三节课 对吧 你可以什么呢 你可以一周 你自己上六节课 对吧 你自己上六节课 对吧 你一周自己上六节课 你可以甚至 折半学完 也不是没有问题 对吧 也不是 也不是 问题也不大 对不对 字节课系统科 感觉就两个样子 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吧 就是 你去自己学习的话呢 很多情况下 对吧 没有人去 带你学习 你很难 学会一些知识点 对不对 你很难 实际上去掌握一些知识点 对吧 但你如果说 遇到了问题 你没有人去解答 对吧 你去学习的时候 你不知道学什么了 这种情况下 你是 你是 你是很难去 你是很难去 这个 你是很难继续往下去学的 对吧 甚至说 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 没错 对吧 而且像 我们这种个人 总共七个月时间 学完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去干嘛呢 直接去找工作 对吧 学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找工作 甚至去做一些坚持 对吧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而且找工作的话呢 像现在啊 就是绝大多数的一些招聘需求 你们可以看一下 相对应的一个boss职聘 好吧 像类似于这个 爬送的一个工作 对不对 这里面所教学的大部分内容 基本上所有的内容 我们都会去进行教学 你看啊 首先是quire redis 对吧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经验了 对吧 然后下面的一些 反发的一个效率 要求什么 首先 Linux操作 对吧 政策表达式 Mongodb redis 然后这个MathCircle 数据库 还有web前端的技术 对吧 多线程 计算机网络 还有Python Python我们是肯定教的嘛 还有Scribe框架 对吧 解决封状号 封IP 还有这个验证 码识别 对吧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教学 对吧 我们都会进行一个教学 在这个大纲里面 你们可以直接的去找到 对应的支点 对吧 你可以直接找到 对应的支点 好吧 你这个比较细的同学 前面那个 对吧 那各位同学 自认为自己比较细的同学 就可以去对比一下 你可以对比一下 这里面我们所教学的 有没有这些内容 对吧 基本上全部都有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学完以后 这种工作 你可以直接去找 对吧 还有像类似 像下面那些工作 对不对 这个就更不说了 对吧 能胜任旁人工作 然后工资给了多少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学完以后的话 一个平均薪资 大概你去找工作平均 大概是在8到15k 而且 且你如果是去学习 想要去做兼职的话 也是完全OK的 对吧 就包括我们还会给大家 去提供一个 咱们的一个外包集单群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会不定 去发布一些外包 然后外包的一个价格 各种各样的都有 对吧 就是从几百块钱开始 到上万 对吧 这里面的外包我们都有 然后上万的外包 一般可能会相对来说 没有这么多吧 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做外包的 我们不是一个外包公司 所以的话呢 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会发布一些小外包 然后呢 给到一些VIP同学 去减轻一些学生的压力吧 像现在很多东西 去系统的去学习 其实我觉得 大家 大家其实都是想要学习的 对吧 既然来到咱们今天这一课 既然 基本上东西 当然都是想要去学会的 大家都是想要把这个东西 给它学好的 主要是什么呢 阿老师这个 我个人认为 这个价格呢 稍微的有一点难以接受 或者说 对于我自己来说 压力有点大 对不对 三万 昨天有一个三万的 老师您能做吗 看是哪一种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我是可以做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 我现在上课 给你们讲一下 我们上课时间 现在呢 我们是 我基本上是每天都有课的 然后呢 我一节课的话呢 大概是两到三个小时 对吧 然后我们系统课的上课呢 也是有这个固定的一个时间的 包括呢 我平时除了上课以外呢 还要给到VIP同学的一些解答辅导 对吧 就是我们不光上课啊 除了这个上课以外的话呢 我们也会提供一下 这个上课之后的一个解答服务 对吧 解答服务 包括我也是作为一个解答的一个老师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咱们还会有这个 包括有这个作业 每这个的作业啊 还有这个考核 也就是每这个每个阶段的一个考试 懂吗 就是我们学完 像这个课程啊 课程内容的话呢 总共七个月 对吧 那么针对于第一个阶段 学完以后呢 我们是分阶段去学的啊 首先呢 是先学习基础 其实学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考试 对吧 然后呢 每节课都会有这个作业 对吧 价钱和代码 长度成正比吗 基本上 你去接外包的话啊 是跟你的一个难度成正比的 那么按照公司来算的话呢 你看一下这个需要多少钱 对吧 或者说按照这个外包的一个难度 这个外包的话呢 它需要什么 IP代理 对吧 又需要这个账号封信 对吧 还有一些验证码的一个处理 甚至呢 还有杰森逆项 那它这个价格肯定就直线上升 你看为什么 看难度而言的啊 好吧 然后这个啊 我们教学的话呢 除了这些以外 对吧 包括像解答辅导啊 作业啊 还有考核啊 我们都是会有的 然后上个时间呢 咱们信用课的上个时间呢 我们是每周的一个135 或者每周的这个246 晚上的一个8点 一直到晚上的这个10点 直播授课 好吧 各位都会提供这些 包括还有录播 录播呢 也会去提供 好吧 然后呢 除此以外啊 就如果有想要去学好 去接外包的同学 其实实际上 我们学完基础一个月 然后呢 再学完爬冲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呢 你们就可以直接去尝试 接外包了 懂吗 这个东西学得很快的啊 两个月 基本上两个月之后呢 就可以尝试 去接外包了 对吧 可以去尝试接外包了啊 这个常 为什么是尝试呢 因为两个月以后的话呢 你本身是没有太多的一个经验的 对吧 所以说前面只能试探一下 当然呢 也有同学是学完第二个阶段以后呢 除了去接外包啊 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更有甚至 他会直接去尝试 呃 工作 可能会直接尝试工作 懂吗 可是暑假过去就没有时间去了 没关系啊 我们个人时间 学习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权限啊 现在呢 逐足有两年时间 对吧 逐足有两年时间 你如果像 对吧 我 我有几个月时间 如果说我要去学习 我要去学校了 你可以直接干嘛呢 可以直接冻结学识 对吧 我们学习还比较自由 懂吗 就如果你有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学 OK 你冻结学识 对吧 两年时间学习的权限 我不动你的 懂吗 这段时间内呢 你可以 呃 无限循环的去学录播 直播权限呢 反正给你留着 对吧 你可以一直学 那我意思吗 就可以冻结你的一个学识 你的时间呢 不予计算 但是呢 服务还是照样的提供 对吧 但是直播课你不能跟 好吧 然后总共七个月学完 就能够去聊聊工作了 工作的话呢 呃 包括我们也会去提供一些 就为了一些需求吧 好吧 然后我们就来说一下啊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 有同学会觉得 老师我的一个学费压力 有点大 对不对 我的学费压力有点大啊 那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现在啊 今天的话呢 是这个活动的倒数第二天 然后我们活动 今天报名的同学呢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天是活动倒数第二天啊 然后明天的话呢 是最后的一天 然后活动期间的话呢 大家可以直接享有一些 福利优惠啊 同学们 好吧 因为刚刚有同学已经说到了 对吧 咱们的系统课程 全部学费呢 是780 有同学们可能会觉得 有点压力有点大 对吧 或者说甚至有 更有甚至会觉得这个学费 这个学费有那么一点贵 对不对 那实际上的话呢 像这个啊 我们的活动内容的话呢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听一下啊 活动内容现在报名呢 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直接享有 咱们的一个奖学金活动的一个 福利优惠 好吧 奖学金活动福利优惠是什么呢 哎 就是这个按照时间啊 就达较标以后就可以领取 百分之二十的费 就是780的话呢 你可以喜欢以后 对吧 基本上你只要达标了 你就可以领取学费 百分之二十啊 基本上就是一千五百家 对吧 一千五百家的一个学费 直接返现给你 然后什么标准呢 哎 实际上就是咱们学习的时候啊 这个按时听课 再加上作业按时完成 然后再加上咱们的一个 咱们的一个考核通过 好吧 考试通过啊 就是每个阶段的考试通过 对吧 就可以领取这本个阶段的奖学金 我们奖学金是按照阶段去分发的啊 首先呢 比如你像这个基础内容学完 对不对 我们基础是一个月嘛 基础是一个月 对不对 那么基础内容学完啊 这个相关的指标 达标以后 那就可以领取 基础 基础部分的一个学费 基础 部分的一个奖学金 你看吧 然后这个给大家算一下啊 基本上呢 你可以按照我们课程的一个学 学时去算 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一个 1500家 对吧 你可以分为七个月啊 基本上呢 你可以每个月可以拿到 也可以拿到一笔不小的费用吧 对吧 七八 不对 这个1500元 除一个一 除一个七 对吧 基本上前期学习的时候呢 你一个月能够拿到200多块钱的一个奖学金 对吧 实际上对于你自己来说 学费压力也会小很多 对吧 奶奶就说老师那我一次性付不清 这个七千多块钱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下面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18期分期免息的一个福利优惠 对吧 18期免息有什么福利优惠呢 就当前 7880的学费呢 你可以直接分为18期分期免息学习 而且所有的利息费用 现在全部由我们去承担 明白 全部由我们去承担 就每个月的话呢 这样去算的话呢 每个月只需要437.77 对吧 每个月 你再减一下 减到对吧 你每节课认识来听课 对吧 达标以后 你再领取这个奖学金的一个费用 对吧 基本上你这样去算的话呢 每个月你就能够拿到多少 对吧 每个月你就能够拿到 就是你总共你自己的一个学费压力 就只有200多了 对吧 前期七个月 那有个问题说老师 那七个月之后呢 七个月之后肯定你自己学习的一个能力 对吧 包括你做外包 甚至你去找工作都没问题了 这些还是压力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这一块吧 好吧 基本上前期你的一个学习 每个月压力 压力一点都不大 对吧 有人说老师 不对 那万一我奖学金这个 我考核没过怎么办呢 对吧 没关系 外包 对吧 我们直接会给你赠送外包 或者说你觉得老师 我这个学费压力 一个月200多 学费压力还是有一点 对不对 我们现在 现在报名 我们除了这以外 还会直接给你赠送两个外包 对吧 而且这个外包的话 跟你们说 金额不限 那就是你能够做多少的 例如老师 我能够做一千的 那我就给你找一千的 对吧 你能够做 你如果前期学习 你压力比较大 对不对 我只能 但是呢 我基础又没有 我只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 例如几百块钱的 OK没问题 你就做几百块钱的外包 没问题 对吧 就给你找 对不对 这种两个外包 而且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会直接写在 咱们的一个入学合同里面 这会直接写在 我们的一个入学合同里面 好吧 这是咱们的一个 总共的一些福利优惠吧 好吧 然后如果有想要详细了解同学呢 可以加咱们右上角的这个微信 好吧 进行老师去详细的了解 嗯 正在吃是吧 吃得了 学习的苦 才能感受生活的甜 没错 这样我说的很对啊 其实没有什么东西 是你去 你揽出来的 懂吗 就很多东西 你想要得到的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需要靠你自己 自己的双手 或者说靠你自己的大脑 去换来的 对吧 包括像前面说的这个 呃 上学学的东西也好 毕业等于失业 也不是预空话 对了 所以像现在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咱们现在的一个 呃 失业率 对吧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就是现在企业 你的一个 大学毕业之后的一个 失业率 能够达到了百分之多少 你们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吧 更别谈 就更别谈 嗯 我记得我当 我当初学的时候 是很天真的 同学们 我当初学的时候 是很天真的 呃 我技术 我当时 我当时 刚毕业啊 刚毕业的时候呢 我技术贼菜 啊 菜得跟狗屎一样啊 啊 就跟很多东西一样 对吧 写代码呢 写得跟狗屎一样 哈哈 这个真不夸张啊 真的跟狗屎一样 就当时去找工作 我当时的心理想法是什么呢 没有一万 我不去 我当时 我当时的想法是没有一万 我不去啊 我当时真是这样一个想法啊 就是 你不给我一万啊 我不去 结果呢 去找工作啊 三千五都很少有人要我 对吧 三千五都很少有人要你啊 你还 你还好高无缘啊 对吧 你这个屌样子 装什么的啊 对吧 结果我就被社会的这个事实 对吧 殴倒了一遍啊 然后呢 就老老实实的 再报了一个培训班啊 这个跟你说是真的啊 对吧 我以前干工程的事业了 去学这个 去转行也挺好的吧 我觉得 就像一些同学一样 但我们前面的一些同学 就他本身自己学的呢 可能没有说 就是这个 他本身前面的一个学习啊 没有说特别的那啥吧 然后他自己本身年龄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然后他还去转行去学的 这些同学也是有的 对吧 转行去学的 这是三十岁转行的一位同学 对吧 然后他当时是六月底报名的咱们那个课程 是去年六月底啊 呃 然后当初是 没有任何基础 你可以看到他派项目都没有安装好 对吧 没有任何基础 然后呢 除此以外的话呢 三十岁转行 年龄也比较大了 对吧 可能也是面临失业吧 然后他自己也 懂得努力 懂得去学习 然后他从七月六月底报名 对吧 到他找工作 你猜一下花了多久 到他找工作 你猜一下花了多久 两个月 九月份就直接找到了工作 对吧 九月中旬 你可以算一下 基本上两个月 对吧 甚至说两个月不到 找到一份工作 然后工资呢 对吧 工资是多少 工资转正以后 十K 对不对 工资转正以后 就直接十K 好吧 马上出一压力大 马上出一 你你你你 你是小 你才小学吗 小学也可以啊 对吧 这个你如果是小学的话 你可以去申请一下 父母的一个意见 好吧 你如果是小学的话 你就申请一下 父母的一个意见啊 父母如果同意你学的 那就更好 对吧 包括我们之前的话呢 也有一些小学生学习的啊 这个确实有 那个小学生 我觉得他比较有意思啊 他当时 他是学的那个 什么 他是学的那个青少年编程 他第一次学学的是 青少年编程 然后是他家里人 给他花了钱 然后他在这个青少年编程 学了一阵子 然后发现呢 青少年编程就是 就是砸钱的 就是啥也学不到 然后呢 就往里面砸钱 对吧 在那里面玩 就相当于 对吧 然后他当时 学完青少年编程以后呢 然后他后面又了解到了我们 又来报名我们的课程 对吧 然后报名我们的课程呢 后面还去接了外包 那后面还去 自己去接了一些外包 对吧 做一个虎牙的 爬所有主播的信息 然后四百块钱 对吧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是 爬一些IP代理 对吧 给加一千 对吧 这就是事实啊 这就是小学生啊 我觉得 嗯 挺离谱的 挺离谱的 对吧 就这一块 如果是小学生东西的话呢 你不要单独去报名 好吧 去咨询自己的父母 问一下自己父母 同不同意 你去学习这个技术 对吧 如果同意的话呢 那更好 不同意的话呢 不学也无所谓 对吧 不学也没关系啊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继续去讲到 咱们今天的一个案例内容吧 好吧 这个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啊 我们来回到这个内容 继续去进行讲解吧 呃 然后我们前面啊 讲的这个支点 大家没问题吧 前面讲的这个支点 大家没问题吧 好吧 这个系统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呃 如果有想要详细了解东西 那可以加我们的金银老师 好吧 今天呢 是我们活动的倒数第二天 啊 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 明年的话呢 是活动的最后 最后一天 然后反正名额有限啊 今天的话呢 我们还有最后 就是总共 今天还有五个名额 好吧 大家如果想要详细了解 咨询一定报名的同学呢 可以直接加我们金银老师 好吧 通过三百元呢 就可以直接去预定 咱们的一个优惠名额 好吧 三百元就可以直接预定 咱们的一个优惠名额啊 包括像有的同学呢 可能还正在考虑的 对吧 或者说正在思考的啊 对吧 我还在想 哎 我到底要不要去 投入这个方式去学习 但是呢 这个优惠确实特别的好 对吧 优惠呢 确实能够给你减轻很大的 一个学费 学费的一个压力 对吧 那你就可以直接通过 三百元呢 去预定一下 然后呢 后面再去思考 也是可以的 后面再去考虑 也是可以的 好吧 但是名额是有限的 好吧 总共是五个 这个你们如果有想要了解呢 可以加进去老师 去详细了解啊 我是不是来晚了 代码都学到这儿了 我都讲完一半了 你才来啊 我都讲完一半了 才来啊 我连西龙哥都讲完了 迟到一小时 拖出去攒了 好吧 然后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全部的采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爬下来的一个数据量 总共呢 有多少 总共呢 有四千多条的一个数据 对吧 总共有四千多条数据 没关系啊 我们是有录播的呀 你后后可以直接 拿录播去学习的呀 对啊 没关系 好吧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做数据 做一个数据可视化啊 然后数据可视化的话呢 非常的简单 好吧 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把这个代码先删掉 我们重新来新建一个代码 其实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图表啊 给大家看一下吧 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图表 对吧 可以看到这个 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效果吧 然后这是一种网页的一种格式啊 当然呢 我们能 我们可以做的更加的炫酷啊 只不过呢 我们这里面只要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吧 主要看一下效果啊 那么真的这个的话呢 我们去 呃 会一些 去做 去做一些图摇吧 那么还是记得啊 这个东西我也给它删掉啊 还是记住 做数据可视化的话呢 那我们得要去使用什么 下面这两个模块 对不对 下面这两个模块啊 没有安装的同学呢 记得去安装一下 OK 没有安装的同学呢 记得去安装一下啊 然后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来去做一下吧 新建一个 呃 代码好吧 新建一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个代码 怎么查看自己有没有安装 很简单呀 你导入一下就知道了呀 这个很简单 你导入一下就知道了 首先我们import pandas 对不对 哎 没有报错 对吧 下面没有红色的波浪线 没问题 就OK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add一个pd add pd的话呢 是给这个模块取一个别名 好吧 取一个小名啊 呃 然后这是第一个模块 我们要导入的 呃 下面的话呢 我们再导入第二个 pychast pychast呢 我们通过这个from 然后pychast 点chast 然后import 点一个br 好吧 导入一个br br的话呢 是柱状图 好吧 是柱状图模块啊 把这个东西呢 也同样的给它导入 好吧 把这个导入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导入一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配置模块 什么叫配置模块呢 就是pychast呢 它里面的一个设置模块 可以让这个图表呢 显示的更加的好看 或者说可以让这个图表呢 显示一些标题 类似的一些东西 好吧 呃 导入一下啊 这个没什么问题吧 同学们 对吧 导入模块没什么问题吧 就你如果导入以后的话呢 发现它有红色波浪线 那就证明什么呢 要么是模块名打错了 要么就是没有安装这个模块 明白 为啥要用from 你也可以不用from啊 你也可以直接用import啊 但是我们这里面用from的话呢 是因为呃 这个blr的话呢 是属于它里面的啊 是属于这个pychast的 点chast的里面的一个东西 好吧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直接去导入的话呢 会方便一些吧 下面调用会方便一些 好吧 调用会方便一些啊 你也可以直接使用import 只不过呢 这前面得加上这个点了 对吧 得加上这个点了 得这样去写 但这样去写的话呢 会相对来说呃没那么好吧 啊等一下啊 你可以这样写 然后呢下面调用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去调用 对吧 点一个blr 你可以这样去调用 但这样调用的话呢 它太长了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不舒服 对不对 看起来就非常的不爽 所以的话呢 不要这样写吧 使用from去导入 好吧 就是从哪个包里面 去导入哪个模块 懂吗 从哪个包里面 去导入哪个代码块啊 没错没错 便利直接取 打信号是取全部啊 没错啊 你可以写一个信号 信号的话呢 是把这里面 所有的一些图形呢 全部的导入 好吧 把所有的图形呢 全部的导入啊 好吧 这里面有很多图形 你可以看一下 好吧 上面的这些包呢 都是一些图形啊 好吧 这里面都是图形 你看有百度的地图 有柱状图 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好像是那个 相形图啊 没错 相形图 然后还有很多啊 这个甚至呢 我都不能计全啊 好吧 所以我们导入这个 BR就可以了 要我们只要用到 这个BR 我们就写这个BR 就可以了 你看吧 好吧 然后已经有 一位同学报名了 我们恭喜这一位 璀璨景线 你一眼同学 通过这个 微信支付学会 300元成功 预定报名 攀审全能 欢迎这一课程 好吧 获得咱们的一个 奖学金 加百分百外包 加这个 18级免息的 一个福利优惠 那如果还有 想要去详细了解 咱们系统课的同学呢 我们今天还有 最后的四位同学 好吧 有想要了解呢 可以加我们的 进行老师详细了解啊 好吧 不或者说呢 你对于我们系统课程呢 有什么问题的同学呢 呃 也可以直接在我们 公屏上面提问 好吧 我能够给你说的呢 也会全部跟你说啊 好吧 OK 呃 那下面的话呢 这些模块 我们导入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呃 做数据分析 第一个步骤啊 做数据分析 第一个步骤呢 是导入数据 或者说呢 是读取数据 明白 是导入数据 或者说读取数据啊 那么在当前 我们通过什么东西 去读取呢 实际上这个Pandas啊 它呢 是用来做数据 数据处理 或者说数据的一个 读取的一个工作的 它是做这些东西的 明白 它是做这些操作的啊 那么我们读取的话呢 肯定也要用到 这个Pandas这个模块 对不对 那Pandas怎么用呢 啊 PD 什么 使用PD啊 然后呢 在后面点一下 点什么呢 点Red3SV 看 啊 这个基本上就很 见名之意了 啊 Red3SV是干嘛 读取3SV 对不对 读取3SV表格 没问题吧 然后呢 读取哪个表格 嗯 这个表格 对不对 那当前呢 我们这里面就可以写什么 写这个雪球 点CSV 没问题吧 我们这样去读取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读取以后的话呢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DF啊 也是咱们的一个表格 那这个表格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内容 好吧 Print来看一看就知道了啊 大家看到没有 那当前的话呢 我们就把所有的数据呢 全部的读取出来了 然后中间有一些点点 啊 什么 这点点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因为这个数据量太多了啊 然后从而呢 这个东西呢 它自动的把它省略了 但数据呢 其实是有的 明白 数据是有的啊 只不过呢 它给它省略了 不过呢 这个不重要 对吧 我们知道数据有就可以了啊 然后有第二位同学报名了啊 踏入苦海 什么叫苦海 这叫知识的海洋啊 这叫知识的海洋 好吧 我们恭喜这个半熟的卖税同学 通过300元预定我们的一个课程 然后呢 成功的踏入我们知识的海洋啊 对吧 对吧 恭喜这位同学啊 踏入我们的日本海洋啊 然后今天呢 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 好吧 想要详细了解的话 那赶紧可以教我们的金金老师详细了解 好吧 不管你有什么问题啊 又或者呢 你是学费压力比较大 又或者呢 你时间不够 又或者你有什么其他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在我们课 在我们课堂直接说 好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名额有限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去学习的话 可以直接先300元预定咱们的一种课程 好吧 就算你后续如果说你考虑好了 老师我不想学了 我想要退掉 可以吗 但也是可以的 学会了 就是美滋滋啊 没学会以前就踏入苦海 好有道理啊 好家伙 这句话确实有道理啊 这个不得不说这个 说得很好 说得很棒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取直啊 大家想一下啊 其实我们接下来呢 去绘图 那绘图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数据绘图 对不对 我们要使用这个画图的话呢 我们肯定得有数据 没有数据你拿什么画图啊 对吧 没有数据你拿什么画图啊 你画什么图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读取的时候呢 我们得先把数据取出来 除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得给到这个PYS 给它画出来 对不对 这个其实就是它最简单 最基础的一个流程 明白吗 非常简单啊 首先呢 我们先把自己想要画图的一个 列给它取出来 对不对 那哪些列呢 首先呢 是这个股票的一个名称 对不对 全是一个股票的名称啊 我们使用DF 同样通过中国号的方式呢 写一个NAM 可以取到这个股票的名称 明白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取到这个股票的名称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好吧 来右键运行一下 真的卷啊 我也觉得卷啊 对吧 是不是取到了 对不对 是不是拿到了 但是呢 我们需要拿到的数据呢 它是这里面的一个值 明白 是这里面的一个值啊 那这个值我们怎么去取呢 在后面呢 点一个values 明白 点一个values 拿到它里面对应的一个值 看到没 这个就是一个值了啊 那这个值的话呢 我们要给它转成一个列表 好吧 转成列表啊 因为像PYAX的 它所接收的一个数据 或者说它所允许的一个数据 对吧 只有什么呢 只有列表 好吧 只有列表啊 这个我是说这个图啊 这个画这个图只有列表啊 但其他的呢 可能有点不一样 好吧 但这个不是我们要去说的 首先呢这个是X轴 对不对 这个值呢是X轴 这个没问题吧 就它是名称吧 对不对 股票的名称吧 名称肯定是X轴啊 对不对 那针对这个X轴呢 我们取取出来 对吧 就是你画一张图啊 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画一张图的话呢 肯定有X轴肯定有Y轴 对不对 那X轴的话呢 就它的一个一般肯定是名称吧 对不对 肯定是名称吧 没错吧 就这个股票的一个名称 然后Y轴的话呢 就是这个股票的一个值 对不对 这个能明白吗 这个年头 称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我不想死 来一个集中的日子不好吧 也不是不可以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取这个成交量啊 成交量是哪个呀 成交量是哪个呀 我的天哪 取成交额 成交额是 我来看一下是对应的哪个值啊 这个是9.36啊 我来找一下这个9.36吧 哎不对啊 你们要找第一页 第一页的话呢 是这个21 你又开始戏了 你 什么意思啊 是这个对吧 没错啊 是这个 这个是成交量 对吧 然后呢 取到它里面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个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 我来看是换迷糊了 这真不能怪我啊 好吧 然后对应这个值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它去掉啊 然后把它呢 放到这里面来 同样给它转成一个列表啊 转完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去针对这个内容呢 去进行绘图 好吧 然后绘图啊 我们去使用这个 先来一个 先来一个 来一个板子吧 好吧 来一个C 随便写一个C 好吧 里面的话呢 来一个小过号 在小过号里面的话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柱状图 明白 就这样去写啊 小过号里面呢 写一个BR 新建一个柱状图 然后呢 怎么去加数据呢 来一个回收啊 在后面呢 点 点 add x ax is 这个是什么呢 添加x轴 明白 添加x轴啊 把x给它放进去 懂吗 非常简单 对吧 我们取前面十个 看一下效果 取这个列表的前面十个 看一下效果 除此以外的话呢 还有这个 y轴 对不对 那y轴是怎么取的 对吧 对吧 参照这个x轴 大家想一下 y轴怎么取 有东西知道吗 有东西可以猜一猜吗 有没有东西可以猜一下的 对吧 我不说你会吧 猜总得会猜吧 这个呢 可以理解为是 新建一个图啊 对吧 下面这个呢 是往这个图里面 新增什么呢 新增这个x轴 明白 点开始 括号结束 这个陈同学答对了 陈同学答对了 好吧 答对了有讲 讲你一个摸摸哒 好吧 好吧 满意了吧 恭喜你答对了 对吧 大胆的猜啊 猜错了 我又不会骂你 对吧 猜错了都还会有奖励 这多棒呢 对吧 那你猜错了 我还会给你奖励 但你猜错了 我又不会怪你 对不对 这难道还不好吗 他说还想要一个 我看是你想要吧 奖励一个大嘴巴子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会这么残忍呢 我刚回来 四月就亲我 你这 你要不要脸啊 我亲的明明不是你啊 但我亲的是这个答对的同学 是这位同学啊 那明明不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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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给你们讲个笑话好吧 有人肚子疼 然后 我不管 前面的我没听到 没关系啊 看录播呀 但又不是没有录播啊 担心什么呀 又不是没有录播 这跟他说啊 有点不一样啊 我们取歪的值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 先写了一个 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叫什么来着 系列的一个名称啊 你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 显示一下这个图片 好吧 下面我们来显示一下 这个图片啊 通过C啊 注意这里面 我们开始显示图片了啊 图表 显示图表 怎么显示呢 使用C 点一个RENDER 回声 然后里面的话呢 来一个随便取一个名字吧 1.html 这是demo.html 都可以啊 这个无所谓 就这种形象 然后呢 就直接生成了一个网页 对吧 针对这个网页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对吧 看到这个效果没 那什么 我们刚刚写的成交量情况 是在哪里出现的呢 对吧 就在这里 对不对 就在这里 那如果说 如果我不写呢 不写就没有 对不对 我不写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呢 写还是要写的啊 嗯 陆波所有人都可以免费你吗 包括白嫖怪吗 为什么要做白嫖怪呢 就不能系统的学一下吗 为什么非得做白嫖怪呢 嗯 嗯 可以多用几种数据 去做这种图吗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做这个图的话呢 它只是一个框 它只是一个框框 你看我意思吗 图的话呢 它只是一个框框 你只把数据呢 给它准备好 然后呢 给它丢进来 给它举个例子吧 好吧 我们现在呢 取这个 取这个值 对吧 这个值是什么呢 当前价 对不对 当前价啊 对不对 那当前价就出来了 白嫖人 白嫖魂 白嫖都是人上人啊 但不好意思啊 在我们这里白嫖怪呢 是活不长久的 开玩笑 开玩笑 录博是免费的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李俊东就说得很棒啊 没错啊 多个值放到一个注标 也是可以的 来 我们再来一个Y2啊 很棒啊 很棒 来 我们再来一个Y2 瓢子瓢子 哎呀 不是我说的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哈哈 你成功的把我笑到了 你成功的把我笑到了 所以说 为了保护自己的鸡鸡啊 懂了吧 为了保护自己的鸡鸡啊 你们真的不要笑死我 你看到没 看到这个效果没有 对吧 就这个图其实画起来 其实不难啊 你们在说什么加密通话 其实我看着看着 有一点看不懂了 我只看得懂这句话 好吧 嗯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得去 就设置一下吧 好吧 设置一下 点一个set 其实我们可以让这个图表 变得更好看一些啊 我们可以让这个图表 变得更好看一些 今天居然没打阁 趁机快打一个 免得有人说我不认业啊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效果可以出现了 首先是这个滚动条 对吧 首先是这个滚动条 对不对 可以看起来还是 还是 有点好玩啊 还是有点好玩 对不对 所以这个滚动条以外的话呢 嗯 还有这个 股票信息 对吧 这个图呢 有标题了 对不对 说实话 别的结构课 看你们没那么轻松啊 所以只要是你们有我的直播课呢 我都有线看你们的 特别是我 谢谢光顾啊 谢谢光顾 好吧 你要是听宫爱课 听起来比较累呢 那就这个没必要了 对吧 这也不是我的初衷嘛 能够更加轻松的学知识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嘛 对不对 就是能够很轻松很愉快的 把这个东西学好 对吧 把这个东西给它 你能掌握啊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目的吧 虽然说我们光顾呢 会去招生 对吧 会去打一些广告 但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 对吧 光顾我们确实 广告呢 这个是无法去避免的 对吧 但是呢 知识点的话呢 我们也是要认真去讲的吧 也是要认真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懂 就如果我们光顾的支点 都讲不清楚呢 都讲不懂呢 那这个 对吧 也没办 也这个 也不好意思给大家打广告 这个我说实话 也不好意思 我甚至也不好意思 给大家去介绍我们的这种课程 好吧 已经有这个第三位同学 报名了咱们的课程 我们再恭喜一下 这个牛奶瓶同学 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学会300元 成功预定报名 咱们 还省全都高兴这一课程 然后呢 也恭喜这位同学 踏入我们知识的海洋 好吧 然后我们今天还能还有 还有最后的两位同学 可以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位名额 好吧 大家如果想要学的话呢 可以去加入 可以去加金金老师 详细了解咱们这种课程 好吧 这个插件有目录吗 哪个插件呀 哪个插件 您说哪个插件 恭喜评逼 如果有想要学习了解同学呢 可以加这个金金老师 好吧 我的初衷本来是叫我找乐子的 聊着聊着就报名了 这不能叫骗 这叫劝学 这不能叫骗 好吧 说的好听一点 这叫劝学 劝你学习 这是为了你好 四月先学 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可视网 那我们还有没有办法去更加就把这个图给它画得更加好看一些呢 当然是有的 好吧 当然是有的 我们可以去调一下 调一下 调一些东西吧 首先这个样式我们是可以去调整的 我之前记得有写过一些代码 这个代码放哪里来的 所以你是自愿报名还是被自愿报名 这还能被迫报名的吗 我请问 还能被迫报名的吗 我还能逼谁报名吗 我能逼谁报名啊 我要是有这个能力 我能逼着你们报名 那我早就拿枪指着你们的头 如果这个不违法的话 对吧 我早就把枪掏出来 指到你头上了 好吧 但是奈何法律不允许 也不提倡 法律不允许也不提倡 如果法律允许而且提倡的话 我就会拿枪指着你的头 对吧 你抱不抱 不抱我崩了你 比如我姐的小孩 就是被自愿报名兴趣班 没有持相证 但是我有身份证 身份证上面写了一个信息 叫冒号男 叫冒号男 好吧 这个性别男 对吧 足够证明我有 足够证明有那啥了吧 我记得之前有写过一个 比较好看的一个图表来着 忘记放哪里去了 算了不早了吧 也只有性别有用 信不信我捶你啊 Platly和你这个 哪个方面一些 Platly的话呢 它 我个人认为吧 你如果要效果好一些 要效果好一些的话呢 用PYChast的更加方便一些 更加的爽一些 就你可以看到 咱们PYChast的话呢 去画图的话呢 那这个效果很明显就 好看一些 对不对 就很明显好看一些 你用Platly的话呢 甚至它没有什么呢 它没有这种动态效果 甚至有的话呢 动态效果你要去写的话呢 也非常的 我可以说难度非常的大 对不对 所以你看用PYChast的话 去绘图起来的话呢 其实就相对来说 我觉得简单很多吧 当然难度也没有差很多吧 我觉得 对吧 难度都差不太多 就 都类似吧 像一些绘图的模块啊 都类似 主要是这个Pandas 自带绘图 我现在才知道 老师你这个 没错 Pandas是自带绘图的 它可以绘图 但是绘图出来的 一个效果不好看啊 好吧 绘图出来的一个效果不好看 而且 我个人认为吧 没有这个PYChast独立啊 我的电脑配置也不差 为什么谷歌浏览器 打开它的工具以后 浏览器会卡 其他软件都不卡 没有这种情况吧 我这个PYChast独立的一批 我都没有这种情况 我的配置烂得要命 我都没有这种情况 可能你下的是 盗版的浏览器吧 有没有一种可能 之前 我记得之前就有些离谱啊 就有些同学呢 他下载的浏览器是什么呢 浏览器啊 你可以搜一下这个谷歌啊 你可以搜一下谷歌浏览器 你可以看一下 他给到你的是什么 对吧 美名其约正版浏览器啊 然后呢 对吧 点进去金山独霸 软件管家啊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对吧 一点进去 对吧 看着呢 是一个谷歌浏览器的一个标签 结果呢 急速浏览器 对吧 各种各样的啊 然后这个才是正版的 这个才是正版的 好吧 这个才是正版的 还没 我发给你们的链接啊 这个才正版的 2345好用 好用个屁 你见过哪个 哪个开发者用2345的 你见过哪个开发人员用2345的 你告诉我 然后又有一个网民了啊 我们再恭喜这个 等一下啊 这个是任吧 是任吧 是念任吧 是念任还是念人啊 几调啊 第几调啊 任意的半边 对吧 是念任吗 第四调啊 任啊 我们恭喜 恭喜这个任同学 通过这个微信支付 其实300元成功预定报名 咱们拍十年了 高音就位课程 获得咱们的一个 福利优惠 好吧 然后今天的话呢 还剩最后的一个名额 好吧 也再一次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啊 活动名额的话呢 我们今天是倒数第二天 对吧 明天是最后一天 然后呢 今天我们的一个 优惠名额呢 还剩最后的一个 如果有想要了解同学呢 可以赶紧去咨询 一个人 好吧 因为呢 确实这个活动名额呢 有限啊 而且这个优惠呢 力度我觉得也真的很大 我觉得也真的很大 你别看着像我们学费的话呢 我们总共学费 你别看着是7880 对吧 但实际上呢 你算上我们给你们的一个反线学费 对吧 给你们的一个奖学金反线 对吧 奖学金反线的话呢 你可以如果你满满全部拿到的话 能1500元 对吧 对吧 再加上我们外包的一个赠送 再加上咱们的一个分期啊 我直接告诉大家啊 分期学习 分学的话呢 其实本身是需要利息的 对吧 只不过呢 利息费用全部由我们承担了 你看吗 全部由我们承担了 就是所需要的利息 我跟你说 跟你说 跟你说一下 18期所需要的利息呢 足足有 也是1000多 也是1000多 我记得是1000 1400多还是1000多少吧 反正1000家 1000左右啊 1000家 18期 比如这些 你包括像奖学金 如果你全部拿到 对吧 然后呢 利息费用 如果再算进去的话 我们实际拿到的一个 实际我们到账的一个学费呢 没有多少 对吧 再除去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费用啊 我们在同学当讲课 也是需要需要支付一些费用的啊 再扣除这个费用啊 基本上我们拿到了东西 我们实际到账的一些东西 是非常少 也就是说你们 现在报名的话呢 实际上学费福利优惠已经非常大了 包括像今天的这个活动啊 这个活动的话呢 我可以说是今年 今年最大的一个活动 或者说今年优惠福利最大的一个活动 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在学费这方面啊 对吧 首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 可以赶紧去加我们的一个金银老师 好吧 最后的一个名额 好吧 火狐啊 火狐也可以吧 火狐也能用啊 就 火狐 谷歌都可以用啊 但是呢 不要用2345啊 那些什么 你根本没有听过的浏览器啊 例如这个急速浏览器 对吧 例如这个谷歌 这个 金山独霸的谷歌浏览器 懂吗 你甚至你用EDGE都可以啊 你千万不要用2345 对吧 用AE浏览器我都忍了 不要用 不要用什么 不要用这个 所谓的金山独霸啊 对吧 不是说内核的一个东西啊 就内核的话呢 你就算说他们用的内核都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的话呢 有一些工具啊 我跟你们说啊 不要以为内核一样就没有区别了 这个network 它抓包的一个内容 可能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啊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抓包的一个东西 可能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啊 这个差别可能会导致你以后写代码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好吧 我们之前就有同学遇到了啊 之前就有同学遇到了 没错啊 用谷歌啊 用谷歌 浏览器就不用纠结了 反正两个 要么谷歌 要么火狐 对吧 就这两个 安装不了 你是什么系统啊 你这个是安装什么呀 安装什么呀 你这个 他说你的一个谷歌正在运行 请关闭后重视 你可能是已经有谷歌了呀 你可能是已经有谷歌了呀 同学 帮他点关闭 好的 点关闭 帮你点一下关闭 我查了 好的 下课看系统课的兄弟们啊 可以的 可以的 消毒 消毒管家有推荐吗 我推荐360全交筒 不知道有循环 能不能讲一下 可以啊 这样的话呢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循环啊 如果它循环的一个内容呢 可能不一样 首先 我要去的话呢 它是死循环啊 同学们 好吧 要去广告费 什么广告费啊 找360要广告费是吧 我要去的话呢 死循环 然后他所判断的一个1 根据呢 是这样的 比如说i等于1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地方就 i加等于1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让他这个 当他i小于等于10的时候 就退出循环 好吧 他是根据这个去判断的 这个是一个 判断条件 你看吧 判断条件 然后这个判断条件呢 如果啊 如果为 q 那么就执行循环 对吧 如果为false 那怎么办呢 那就退出循环 你看吧 判断循环是不是就两个 没错 判断循环就两个 对吧 一个for循环变腻 然后一个well循环 懂了 系统课人比你细 给我搞晕了 懂了吗 系统课人确实比我细 这个是毋庸置疑啊 给你搞晕了 是吧 那你看一下系统课 让你没那么晕吧 好吧 由后插件 是不是就用的python 不是python 是用的javascript js 可能会免到你很多vip下载 好吧 然后大家还是有没有问题吗 这个我签个道吧 好吧 签个道啊 看看还有多少同学在啊 行 到台湾 我签个道理 在我们课堂 刘青尔同学 刘青尔同学是有 想要去学我们系统课程的吗 刘青尔同学 是现在正在纠结吗 小心是谁 小心是联想里面的小心啊 刘浴就会败北同学 刘青尔同学还在吗 刘青尔同学 我看到好像还在啊 这个还在同学 李俊同学的吧 VIP同学 然后这个都是我的错啊 不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啊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啊 是我的错 刘青尔同学 然后这个懵 蒙不了解啊 陆哥同学 这个 石小龙同学啊 还有这个刘喜瑞同学 一同学 M这个陈同学 然后还有这个 想吹空调啊 王文国同学 乱世亦然同学 这个心弱 我不在啊 我知道 不用你说啊 我知道 然后这个 这些还在的同学 那现在还在的 各位同学 还有想要跟老师 系统学习东西吗 还有想要跟老师 系统学习东西吗 还有没有想要跟 我们系统学习东西 还有想要学习 他们系统学习东西 可以交给我 看一看好吧 不要害羞啊 不要害羞 大量的和我交流 好吧 就你们就算你以后 报名的话呢 也是要跟我交流的啊 就算你不报名的话呢 以后你来听某课 也是会跟我交流的 所以呢 对吧 就现在跟我交流 也 现在跟我交流 就更好吧 对吧 不敢说话 怕你打我 我打你干嘛呀 你又没欠我钱 我干嘛打你呀 吃小孩 好吧 就各位如果 我不淘枪啊 我不淘枪啊 你们不要害怕 好吧 如果你们对于我们系统课程呢 有问题呢 就尽管的在我们关爱课上 我可以直接给你们解决 好吧 但如果你有问题 但你又不提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给你们解决任何问题的 好吧 有问题的话呢 尽管问好吧 反正我一直在这里啊 好不好